哈囉大家好 今天呢 要教大家縫口巾 那我示範的口巾是 這個 放印章的 口巾帶一片式的 沒有做底角 那縫起來會稍微容易一些 因為它是我現在唯一會做的口巾 所以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縫口巾的做法 好 首先我們要準備8.5公分的口巾 還有 布料 那 我之前分享過了 襯的燙法就是 一個撲棉 然後一個撲柏襯 好 那我現在要做的是 我們首先要做的是 封好以後呢 就是 把它放進去裡面 然後放進去裡面以後呢 我們找到中心點 譬如說你現在有32個孔 那就32除以2 那就是這個 這是16 這個孔是16 在16的地方呢 這樣子點進去做上記號 那 等一下我們就要從這裡入針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入針囉 先把口巾壓平 好 當然先打結 我自己其實沒有很喜歡手縫 那是 真的是為了這個硬張帶 然後才學口巾的 因為之前其實網路上啊 雖然很多人分享做法 可是我覺得手縫這種東西 不像車縫 就是 你到底哪裡入針哪裡 怎麼縫啊 真的是 還是我覺得影片會比較清楚 好來 這個粉紅色點是 我剛剛找的第16孔的位置 那我現在就是從兩片布的中間 這個粉紅喔 在針目之間 那我就找 這樣子縫出來 好 好 這樣之後呢 我再 從口巾我剛剛數的16 做這個記號 這個 這樣子 穿出來 好 穿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把 口巾的布料呢 塞到口巾裡面去 這時候可以拿錐子來幫忙 幫忙推進去 要確定都推到底 因為呢 一般 我看很多人教 做法啊 都是要求說 大家要 左右固定什麼的 那我這個就是 因為它是一片的啦 所以呢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左右固定的問題 那我就 比較偷懶 這樣子的話 就是你要確定你 都有 把布料塞到底 這樣我們才不會 等一下縫出來歪掉 好 接下來呢 我從這裡洞出來了嘛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我要選擇 我要先縫左邊還是右邊 那好 假如現在要縫右邊的話 我就從右邊這個孔入針 好 然後入針以後呢 線是不是在這裡 好 那我就從剛剛出來的那個洞 再進去 當然你偏一點點沒關係 如果有時候我會真的 紮到 完完全全一樣洞 那我線就會跑掉 所以你也不用說要紮得非常 正確 就是大約就好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你的針目是很隱形的 然後在找洞的時候呢 保持垂直 比較容易從孔出來 有時候會找不到孔 我現在就找不到孔 欸咻 欸咻 找一下 好找到了 再出來 好 然後再進去 再從裡面同一個點的地方有沒有 再出來 那可以看到 應該看不到我的針目吧 裡面看起來就是隱形的 會看不到你的縫線 這樣子縫起來就會很漂亮 當然如果基礎不好 或者線沒有拉好的話 它就會有一球在那裡 那就不好看了 就是 在縫的時候要細心一些 把線整理好 就一直縫過去 都是一樣的做法 這邊進去 後面同一個孔出來 再進去 呃我是覺得不用特別挑手縫線啦 因為我第一次縫的時候覺得 欸這樣好像很細 但是我們等一下呢 會縫第二次 所以呢 不用太擔心 好 線很長 就是會遇到這種情形 手稍微幫忙一下就好 等一下 那個你在縫口徑的時候啊 線不要弄得太短 因為我們等一下不只是縫過來 還要再縫過去 所以呢 如果你弄得太短的話 就會非常尷尬 你就會縫到一半 沒線了 那你就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遇過一次喔 當然也是有解決方法 就是 你就 偷偷打結嘛 然後把它 把它藏進去 藏進去以後再 穿線重來 比較麻煩 但是還可以解決辣子 是盡量不要 好 繼續縫 我之前的線其實不太夠喔 縫完兩側 所以我通常呢 縫完一側我就先偷打一個剪 然後另外一側再繼續 如果夠的話啊 就不用這樣啦 就可以一直縫 這樣這裡出來 這裡進去 哇 又找不到洞了 有時候入針的時候 沒有 你在前面沒有拿 準 然後你到後面 你要依循圓洞回去的時候呢 就會找不到洞 找不到洞還蠻煩的 找不到洞還蠻煩的 好 都到了 快要進到下一個重點 大家忍耐一下 啊 來 這裡 所以 如果線沒有拉好啊 要趕快整理 如果你縫下一個口才發現 你線沒有拉好的話 就來不及了 絕對來不及 好 所以我會傾向兩邊 兩側分開縫啦 這樣才不會線超級長 好 把自己逼死 好 快要縫完了 好 快要縫完了 原本的洞出去 看一下喔 我會稍微把另外一邊稍微塞一下 這樣子我的布比較不會跑掉 好 繼續繼續 我之前呢 在找口筋的影片的時候 都找到國外的 可是國外呢 就算他們有孔 他們也都不縫 他們都用膠啊 什麼黏一黏 我覺得那可能比較不牢靠啦 然後明明就孔 然後還不縫 就是 怪怪 啊 我又找不到洞了 好 找到 好 我要快一點了 我的手機快沒電了 好 最後一個孔囉 好 最後一個孔呢 一樣要穿出來 穿出來以後呢 你要做的就是 往回 往回縫 縫回去 那 做法是一樣的 就是 一樣 同一個點出來 同一個點進去 然後一直往回縫 這樣就可以了 一直縫縫縫縫 那如果你限夠糖的話 你就是再縫過來 縫過來後再縫過去 縫回到中心點以後 打結 然後打結 打在這裡 然後你再往隔壁穿一個 拉緊先剪掉 這樣就看不到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